的前一 其實當初辦 沒有斯克古典音樂看這本雜誌的時候 當時台灣所有以中文出版的古典音樂雜誌 在那個時候都已經停刊了 所以發行這樣子的一本雜誌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以我們在台灣 或者是閱讀中文華人們的一個觀點 來去看古典音樂的整個趨勢 也是希望說能夠繼續把古典音樂很精緻的表演藝術 帶給更多的讀者 甚至是還沒有接觸到古典音樂 但是可能對古典音樂有興趣的朋友們能夠來認識 在過去的十幾年間 變化速度非常的快 已經有蠻長一段時間在醞釀說 我們是不是要把紙本的刊物 徹底的轉型成數位平台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數位平台上面的技術跟內容 已經越來越完整 同時是可以發現到樂聽人 越來越能夠接受在數位電子媒體上面的內容的傳遞 我想現在因為網際網路發達的關係 每個人跟世界之間的關聯性更密切 現在反倒是更可以 以一個古典音樂迷的角度 來把這些訊息知識等等傳播出來 因為基本上我們是月刊 所以其實我們工作流程都是用一個月來當作一個週期 每個月大概送印後就會開始規劃下個月要做什麼 邀請的逐筆都邀出去 讓逐筆寫稿 那編輯們也會有自己負責的稿件或是採訪等等 最後我們會再送給每邊排版 然後再做最後的校隊看樣送印 那其實就是周而復始 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其實他沒有辦法從單純的音樂會的文宣 或者是曲目上面去了解到音樂會的特色 或者是演出者的一些必看的重點 我們希望說透過我們這麼多年的文字的功力 去幫客戶跟觀眾市場這邊去做一個橋樑 讓大家知道說原來這個單位準備的節目 這麼精彩的原因是什麼 去幫客戶做行銷曝光 每一期在雜誌發去印刷廠 印完以後 我們大概會有幾天的時間 就是先分送到經銷商 我們另外還有一個大的倉庫 分送完以後 我們再分別到各個不同的店點、訂戶 就在這一段時間裡面會發送到他們的手上去 雜誌行銷的話通常會是在已經發開 然後我們大概知道內容之後 新銷部內部的組員就會開始討論說這個主題 我們要怎麼樣去短時間讓觀眾 可以接受到這樣的資訊 那現在新銷的管道已經有很多 我們可能包含社群 包含影像或者是一些互動網頁 我們會把故事包裝得更簡明二要 讓大家可以很快速的知道 我們這一期雜誌內容在講什麼 數位網路的特色 我想有很多是 以往在紙本媒體上面所展現不出來的 比如說像我們現有的這些數位服務的平台裡面 我們已經有包含可以聆聽音樂、閱讀文章、觀看影片 甚至是可以用各式各樣的關鍵詞去搜尋 你想要獲得的古典音樂的知識或者是新聞等等 數位的平台比較沒有國際語言的一個限制 我們也會開始有更多更國際化的一些內容 始終回到年輕鬆愛來的 大家看要 пиш而且 housing 請我確認 Its §100度 верж 체響олог視力形成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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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